各位朋友 南洋在究竟山湾期向你们问好 今天是2019年6月2日 是我通过电子邮件形式群发的南洋音频节目的第三期 如果你们觉得这期的内容还有意思 请帮助我传播 这一期呢 我想念一下刚刚发出的李南洋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的第59篇 因为它在这个时候有着特殊的意义 好 这请听李南洋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59 传出去通掩埋掉的博弈 上期跟进发出后 收到国内一位94岁老干部的电邮 来自老同志们道义上的支持 自然别有一种力量 南洋女史 对于我这个离休老干部来说 我到底确想看看他们的所谓以法治国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我还没有忘记我的初心 我的初心 当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 在《解放日报》的社论里 在毛泽东等人的讲话里 他们向全国人民承诺 要建立一个自由 民主 法治 美国式的多党制 军队国家 结果却建立着一个现代封建独裁 扼杀一切民主自由的法西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老干部们追心的痛啊 我们都垂垂牢牢 奈何 不过 你跟他们的法律斗争 你的执着 任性 死客 老同志们在道义上是支持你的 希望一直看到你的跟进 1990年初 父亲李瑞在伊斯塔主持的中共组织史资料编转会上 用孟浩然的四句作节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江山流圣迹 我被福登林 一说明留下中共自创建以来 人事始料的重要意义 我理解 这也是他自己口述人生经历 成熟李瑞口述往事的动因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代谢往来 远远又长 只走到共产党的统治年代 习一直沿着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帝王臣民的劣迹 且乐此不疲地取其本就不多的精华 将其遭迫发扬光大 而今专门培养奴才的那个 渗透东西南北中的大黑帮的统治基础 欲加密实和风 江山流圣迹 继承天方夜谭 国内有一位读者给我来信说 李瑞先生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尤其是民主宪政的理论 是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启蒙教材 我回复他说 我倒是觉得我爸没有留下什么理论 共产党一直纠缠于理论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现在又是治国理念 不一而足 美国没有什么统一的治国理论 路子走得摇摇摆摆 但是左左右右的向前迈进 我觉得我爸留下最为宝贵的是历史的真相 他的日记里真的没有什么理论 也没有什么党的秘密 不过是他记录下亲历的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用编织的谎言在做宣传 我都回忆不起党教育过 我的哪句话是真话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启蒙 是真相 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一代 让他们知道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当局惧怕理论日记 可能产生的力量的原因吧 至少我自己在整理父亲日记的过程中 是看清了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张玉珍将我告诉法庭后 非常着急的告诉我 最好能找出李月生前的影像 方可为捐献胡佛做出有力辩护 除了我的律师 我没有看到有哪个人指出 其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张玉珍 是他作为原告 需提出有力证据 证明起诉案由合理合法 而张玉珍在诉状中提出的理由 恰恰是一耳大 稀松 难以为平 他在起诉中说 原告为被继承人李锐的妻子 双方结婚四十余年 李锐于1935年至2018年 亲笔所写的日记信件工作笔记的文稿 所涉及的大量内容 属于原告的隐私 文稿应用原告继承 一 张玉珍没有文化 与李锐共同生活四十年 无需书信往来 去掉信件 其所诉等文稿 仅于日记工作笔记二项 是为三分之二 二 工作笔记不会涉及张玉珍隐私 其所诉等文稿 只剩日记一项 是为三分之一 三 张玉珍所述 1935年至2018年前后 于83年 李锐1979年频繁复出 按张玉珍当年 既与李锐结婚算 至2018年 并非四十余年 而是39年 为83年的47% 四手五入 全且按50%几 就往绝对里说 李锐一天不老 日日记述 他和张玉珍如何如何 三分之一的50% 是为张玉珍所述 全部等文稿的17% 故而无需李南央提供任何证据 其暗游 所及的大量内容 属于原告的隐私 文稿应由原告继承 十倍无疾之谈 无疾之谈可以通过受案法官的法眼 予以立案 并有那么多人替李南央大捏一把汗 以为必须拿出确凿证据 否则无以反驳 这是一个以宣传谎言 且大理宣传大谎言 为工具的政党统治下 才会出现的社会性的荒谬 回想中共执政以来的哪次运动 不都是党 其实通话是打着党的旗号 邪私报复的个人 说你是敌人 你记敌人 党是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的 而你这个被无端止罪的人 得剖心气血地证明 你是好人 不是坏人 你不但要向全社会证明 还得向在同一口锅里捞饭的家人证明 再看我二合一厅长贾志刚 2015年9月15日 他同我和律师见面如下一段对话 此记录有贾志刚的签名 下我的律师 我们今天过来 目的是督促人民法院尽快开庭 您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开庭时间 审判长贾志刚 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回去后会和合一厅进行研究 也会向厅领导进行汇报 李南阳 您每次向高院进行严审的时候 都会说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 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是案件疑难复杂才能报延长审刑 审判长 我们是按照疑难复杂报的 自那次会面近四年过去了 这个案子已经发出17次严审通知 贾志刚的 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们是按照疑难复杂报的 均为谎言 应该是铁定的事实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官撒谎 而稳坐其位 不受惩罚 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个什么东西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2013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 以法治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强调的 我们要以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个光乎前中雇委委员 前中组部常务部部长 名誉和言论自由的案子 他只等到死 也没有等到法庭开庭审理 黄日人民群众感受公正正义 国家主席公开撒谎 还可不受任期限制终身执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美国 一个人填写履历 笔述一桩交通案子的经货 或者签写个什么银行存款的申请 那些表格的末了 都会有需要这个人签字花鸭的一行 我确认我上述所贴内容完全属实 绝无虚言 更不要说你想法庭告发个什么人 或者出庭作证 无论你是否信仰上帝 你都得将手放在圣经上 向上帝发誓 我所说之言都是实话 除了实话还是实话 反观今日之中国 百姓以为只有骗子是真的 别的全是假的 国家走到了这步天地 应该可以确定了 有什么样的国人 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明明知道当政者在向我们撒谎 却得过且过 在阿Q式的嘲笑和自嘲中生词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他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我在网上看到一群老清华们 在今年的清华孝庆日 集结在王国为先生纪念项前 朗诵陈寅怯先生撰写的碑文 呼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我给其中认识的 颜怀大哥发的电邮 表达我由衷的敬佩 毕竟不同于过去了 大可不必 自己把自己吓成孙子 希望国内越来越多 你们这样不怕的人 颜大哥回复我 我就是自己不愿当孙子 也不许当即把别人当孙子 才如此作为 这话浅出深入 中国的事 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做 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把那能做的事做好 与我自己呢 我一生兼对两岸的性质同一 是李南央为了让李锐的文字传出去 同那个大黑帮掩埋掉罪恶的一场不义 我不会中途退出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三十周年了 李锐那天日记的内容正在广泛传播 大概十二点左右 枪声渐进 人车流向东奔跑 煞尸大道寂静无人 是大开眼界 长方形防暴警队走前阵 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 直弹 带钢盔步兵呈方阵随后 然后是军卡车兼有装甲车 军车两边步军称蛇行前进 冲锋枪端着 时而斜舍 时而扫地 时而朝天 中速前进 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者 我与玉珍一直直观 文章就念完了 群发出这篇文章之后呢 我收到一封朋友发来的 只有一个链接的邮件 打开链接 这是一首诗 我不是一个懂诗的人 但是我想 这首诗我读懂了 非常想跟朋友们分享 下面就倾听这首诗 飞 作者周诗 霞光染红山段的时候 山后总飞起一群鸽子 他们的天空那么辽阔 却一个劲地兜着圈子 他们为何不飞走呢 他们多容易飞走 一拍翅膀就飞走了 为何偏偏放弃自由 日复一日 兜着圈子 一点墨落清水之中 目所徐徐 样满天空 你得意地飘忽着出来了 用奇异的动作 赞美黄昏 这一刻 反复是你的了 你美得如此难以形容 天地成了你现役的广场 万物成了你逞能的背景 可惜 这一个这一瞬 啊 蝙蝠啊 难怪你抓得这么紧 好久不曾看见 蝙蝠啊 在这城市的模糊的上空 是因为地上没有鸡吗 还是因为没有树林 蝙蝠 什么都看不见 蝙蝠的雨 滴洒向地面 化作片片红叶 盘旋 树下突然 砰的一声 树梢生起 鸟鸟青年 随着红叶飘下地的 是玉飞的鲜血 斑斑点点 好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个星期日再见